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2月28號 星期三 問題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228紀念日放假 是為了歷史的傷痛 是不能夠遺忘的 那也希望說 國家可以越走越進步 但是我們來看 現在在基隆上演的net爭議 是警察變成了行政黑手 是在倒退路 net委任律師陳奕文 他昨天在新台灣嘉文 在我們節目上 他獨家揭露了一張照片 1月31號晚上10點多 市府前面拍下的是什麼 拍下的是 謝國良跟強闖商場 中二路派出所的副所長 正準備要走進到市府裡頭 那在這一個爭議當中 謝國良他那一天開那個會 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內政部長林又昌也指指說 謝國良在1月31號 有親自主持 兩次的應變會議 去做沙盤推演 是不是也指示了警察 要行政配合 不過謝國良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反而他指控的是 net主張說產權屬於是他們自己的 那如果產權是net的話 net何必要來投標 你會付租金給你家的房子嗎 其實問題本身在於 如果是在爭議發生之前 謝國良先確認了這個產權 然後去登記產權 再去執行點交 現在的求婚 以及到現在 我覺得很奇怪一件事情 今天禁言在我們這裡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 合約呢 合約在哪邊 你不要再拿出合約30幾頁當中 一頁兩頁出來 是不是要拿出更多的東西 金融市政府是不是因為 比較心虛所以拿不出來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的是 國民黨讓一席招委 給民眾黨這個事情 感覺很像是什麼 像是俄羅斯輪盤 點到哪個委員會 誰就倒楣嗎 許小青這樣說 可以讓 但是不要在我的委員會就好 現在最新的版本是說 國民黨團已經跟交通委員會的 有意要擔任招委的陳雪生 去做溝通 應該會你讓給民眾黨的 林國成來擔任招委 但是現在看到是有一些藍營的立委 也不買單 還有藍營的基層 那更是反彈 說如果你們要這樣的話 下次我就不投國民黨了 國民黨為什麼執意要讓 至於中配取的身分證年限 從六年要縮短為四年這個法案 國民黨列為優先法案 民眾黨看起來也是不演 說他們也支持 可是中部基層醫師反對這個提案 而且他們的連署 短短一天已經破兩萬人來響應了 同時之間也有一些選民 就打到了藍營立委的服務處去做抗議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呢 稍後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作家庫林大哥 歸雅好 大家好 好 歡迎民進黨基隆市議員張之豪 歸雅姐好 大家晚安 好 左手邊現在介紹的 支撐媒體人鍾寧晃 歸雅好 大家好 好 民進黨發言吳徵 歸雅好 大家好 以及現在是基隆的地下發言人 我們歡迎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妍 歸雅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台北市議員苗博亞 以及支撐媒體 陳敏鳳還有晚一點 我們會討論到的是 潛艦國造海空號下水測試 會有軍事專家吳明傑來加入討論 我先請教晃哥 是這樣的 因為林又昌有說 1月31號晚上 他說謝國良有兩場指揮的會議 對不對 我們昨天律師陳奕文 他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他也拿出了照片 雖然稍微小 稍微模糊了一點 但是謝國良出現在市政府前面 有沒有 沒錯 另外是陳偉傑 是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他說其實 金融市政府夜行net 他們有匯報 其實謝國良也是知道的 然後他講到這裡 我們要看的是 金融市政府台面上的發言人 余志明他說 他參與包括有交通處 也在這裡面 是為了要了解過程中的釋法性 絕對沒有下令警察要來配合 你相信嗎 來 這張照片 據說是net員工拍到的 我相信合理 為什麼 因為net員工一定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 所以大概就有人 守株待兔 對 看到了 在守株待兔都看到 好 這個雖然小一點 但看得出來 這個圈圈圈起來就是謝國良 旁邊那個是楊志祥 就是基隆市的中二派出所的所長 副所長 對 副所長 所長很聰明 所長不在 副所長在現場 對 所以分局長比較笨 好 那天晚上大概是10點半 請注意這是1月31號的晚上10點半 而整個行動發起的時間 是在2月1號凌晨 大概12點20到12點半之間 也就是說 1月人滿為患 台灣健保 讓世界各國撐憲 過去中國籍配偶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兩個小時 警察就衝進去了 好 所以謝國良 你知不知情 你當然知情 為什麼呢 我來告訴大家 雖然我沒有證據直接說他下令指揮 但是請問 這件事情東岸商場市政府主管單位 應該是交通處 如果謝國良想要了解說 這個案子的進度怎麼樣 他應該找交通處處長來 那你為什麼要找警察局來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顯然警察在這個行動裡面 他是有角色的 那警察角色什麼 這又不是抓槍擊要犯 也不是在抓什麼毒販 什麼都不是 就是Net商場裡面 也沒有這個刑案發生 也沒有現刑犯在裡面 警察要攻堅 所以警察在這裡面角色 只有一個角色 排除障礙 這個障礙是什麼 這個障礙可能就是商場的門鎖 然後Net的委任律師在裡面 好 所以當天現場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來 這個就是被拍到跟謝國良進去 市政府開會這一位 中二派出所的副所長叫楊智翔 就是他 他在現場被拍到 所叫 你講這樣太淡了 門一開他衝第一個 第一個被拍到就他 來 你楊副所長你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將來升所長 第二條路到看守所 這麼嚴重 這個是強盜罪 強盜罪 現在謝國良感覺是要把責任丟給警察 謝國良沒有要扛 因為他說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指揮 跟我沒關係 等一下我來告訴你他有沒有指揮 這是鎖匠在開門 好 排除障礙 所以警察要在場 這個分局長更聰明 穿便服 是旁邊有人出賣他說 保護分局長 所以被認出來 因為他剛到任兩天 大家對他不太熟 好 陳律師 陳一文律師說 警察說你不要為難我們 他說我沒有要為難你們 是你們在為難我們 好 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說謝國良要認知情 晚上十點半 當中二的副所長去跟他報告 他在報告什麼 合理的推論就是報告 兩個小時之後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警力部署 我要帶多少人 要不要穿制服 要不要穿便服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分局長要穿便服 等等都要報告 好 謝國良說他沒有指揮 他在玩弄話術 他當然沒有指揮 你覺得謝國良會蠢到說 那個分局長你給我帶隊去 我限你20分鐘之內完成攻堅 謝國良不會下這種命令 但是警察也不是笨蛋 我跟你講警察能幹到副所長的 大概都老油條了 他們通常在報告完之後 報告 請務規劃 我們動員多少警力 因為光中二派出所人力應該不夠 我相信應該有從分局調人來 因為現場有刑事組的 分局才有刑警 派出所沒有刑警 所以應該是從分局要調人來 來支援 好 整個請務規劃之後 最後警察一定會加一句話 以上報告請市長才是 這時候市長怎麼說 如你 市長大概點頭或是搖頭 或是說好 就怎麼辦 難道市長會說我沒有吸毒嗎 應該不會 對不對 在那種場合應該不會這樣講 好 市長點頭 這顯然是點頭 因為警察去執行 請問點頭算不算下命令 謝國良你告訴我 點頭算不算下命令 這個事情現在已經到法院 因為內特委任律師是以強盜罪來提出告訴 將來到法院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檢討官曾經或法院的時候 法官或檢討官一定會問 問這個楊志強副所長 好 你們當天晚上10點半 有沒有去見謝國良 如果沒有的話 那沒關係 我們調閱市政府的監視錄影器 因為市長是附近一定有監視錄影器 我們調閱有沒有人進去 有照片為證 好 有承認了 你們進去講什麼 副所長說我怎麼樣 我跟市長報告請務部署 那市長如何才是 這時候楊志強要怎麼回答 市長睡著了 沒聽到 還是說市長說不可以 我好大喜功 我硬衝因為我想升官 還是說 不要亂說了 對 還是說 副所長也沒有再傻的好不好 對啊 還是說市長說照辦 好 不管怎麼樣 你謝國良你逃得了責任嗎 你當然說我沒有指揮 可是指揮在行政體系上的 定義是什麼 直接下命令叫指揮 部署報告你同意也叫做指揮 所以謝國良這一次你逃不掉 這是你一定有指揮 好 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市政府的這個陳偉傑 我覺得陳偉傑一直在補尿七阿彎 因為侯友宜不讓他選立委 這件事情他很生氣 所以一直在補尿七阿彎 他說謝國良知情 你是在打臉謝國良 謝國良一開始是說他不知情 後來是林宥昌昨天提問之後 他才說有啦 有啦 我們也不是 有簡報 對 不是沙談推演 是簡報 好 請問簡報跟沙談推演 只是說詞上的不同 有什麼不一樣 就有出現在那個現場 是啊 所以謝國良這件事情 你事先是知情的 而且我的推論是 根本就是你下令 因為我跟你講 這些警察 基層的援警 他不會說吃飽換腰 市長沒有下令 我沒事 我去攻堅 我找守將去拒門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連身體 怎麼可能 這一定是市長有下達命令 下了一個死命令 2月1號幾點以前 說清晨6點鐘以前 我要看到這個賣場清空 大鎖給我換掉 一定是下類似這樣的命令 所以警察才會這麼拼命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2月1號這個事情是關鍵 因為謝國良 你到現在為止 你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 合理的解釋 為什麼我要採取 如此粗暴的行動 這件事情 他有很多種解決的方法 你選了一種 提供政論節目最好素材的方法 特別今天是228 我們又回到1947年 當時國民黨軍隊去抓人的時候 也差不多這樣情況 只是當時的軍隊現在是警察 只是當時有死人 現在沒死人 差別在這裡 其實本質上一樣 就是你的行政權 已經完全超越了司法權 人民的生命財產 是受司法保障的 而且這兩天 有人把他跟張通榮類比 我覺得謝國良比張通榮可惡 張通榮只能說他白目 去關梭酒駕對不對 但是謝國良 他已經超越白目 我覺得他是可惡 你明知這件事情有很多種其他解決方法 你為什麼要如此這種強制 用行政權用動用警察權 去排除一個並沒有犯罪的現場 來 吳征 我要請教 因為現在有一些證人 如果是副所長被叫去問的話 你會對他有什麼樣的 法律諮詢上面的建議 這個就是我想這個時候 千萬不是成英雄的時候 過程中有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說到什麼樣指示 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希望說這個副所長 一定是要一五一十把他 說不定警察有開密錄器 開會的時候就開了 對 這才能自保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 其實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個未來可能都是 甚至要涉及刑責的 先講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非常關鍵 也就是有人拍到1月31號晚上 謝國良市長在基隆市政府面前 然後旁邊是這一個 排除所的副所長 就是所謂現在傳出1月31號晚上 從傍晚到晚間 謝國良有參與 這些行動會議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一場 這個照片非常重要 因為理論上 謝國良人是不可以出現在這裡 就是說這張照片 其實不應該存在 謝國良人不可以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謝國良很清楚 我相信所有台灣人都很清楚 說2月1號凌晨晚間 基隆警方做的行為 是與法無據的 是說不通的 是到現在 基隆市政府都拿不出一個證據 拿不出一個文件證明說 到底當天晚上警察率隊攻堅破門 你的法律依據在哪裡 因為這個事情追根到究底 是一個產權之間的爭議 大域還有這個NET 還有基隆市政府 就有產權一些爭議 財產權爭議很簡單 就是上法院 法院判誰對 最後怎麼樣強制執行 你申訴這就走法律流程 怎麼可以在完全你這個程序 完全沒有進入到司法的狀況下 完全沒有任何的憑據之下 警察就破門 就把你的門鎖尬掉 這是完全是侵犯人的財產的安全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以後 基隆市大大小小的案子 基隆市民通通可以找 基隆市警察來處理 例如說假如我是基隆人 我有個大哥 我這個爸爸有一個房子 爸爸走了 然後我是老二 這個大哥現在住在房子裡面 我就說沒有 爸爸走之前說房子要留給我 所以應該是我的 然後警察就來幫我 把這個周處門踹開 破開 然後把老大踢出去 然後破開你進去之後 換你大哥又來 警察你幫我 我的那個二哥在那裡面 你幫我破除 然後再把他趕出去 不可以這樣對不對 不行 不可能 我也相信基隆市警察 遇到任何這種狀況 一定都是給你推回去說 這樣基隆市 基隆市任務以後 可以設1999破門專線 1999破門專線 點交專線 其實昨天才剛發生一個案子 就是這樣 就是出乎糾紛 那基隆市的警察到現場以後 發現是出乎糾紛 就跟他說 你們這個是民事的糾紛 我們不介入 對 不介入 建議你們去各自找律師 需要報案跟我們講 但是叫我們介入 我們是不行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謝國良 他自己本人也很清楚 就是他當天 其實不能夠直接參與這個過程 所以1月31號他請假 然後那個相關的文件 他也是讓這個副市長去覺醒 問題是說現在鐵證如塞已經被拍到 他說你確實當天參與了這個過程 你是知情的 甚至很有可能你指揮 所以變成問題是說 變成問題來了 現在基隆市政府發言人說 這個市長沒有下令 他沒有指揮 他是到去了解釋法性 也就是如果根據西隆市政府的說法 當天晚上 如果了解釋法性 那個法律系的 然後因為他 謝國良他自己也是法學的碩士 正常的話他應該就知道 這個是不OK的 所以他應該要跟晃哥說 要搖頭 不行 我市長說不行 照照理是這樣 沒有 他是這樣說 他說不行 變印度人了 印度人都是點頭說不行的 如果照基隆市政府說法 就當天晚上 謝國良市長 他這個時候已經不是 謝國良市長 他是一個基隆市民 而且是基隆市在地團體的 一個主導人 就是都基盟 就是監督基隆市政府聯盟 因為我是來了解狀況 我來現場 關心基隆市政府 所作所為是不是都合法 他這個時候搖身一變 他又不是市長 他沒有行政權 他只是來監督基隆市政府 所以這種說法合理嗎 能接受嗎 有這種事情嗎 就是我謝國良 本來是當事人 然後警察 基隆市警察在當天的調度之下 衝進去破門 但是我現在回來說 搖身一變 沒有 我其實在旁觀 我其實來檢查 你們有沒有乖乖的 所以到底謝國良 他在裡面到底是什麼角色 其實這個部分 到現在基隆市政府說清楚 那我必須說 謝國良真的是把火自己 放回自己身上燒 因為這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單純的財產權爭議 但是謝國良現在把自己 已經變成了一個 他生涯最大的政治炸彈 我們今天節目有兩個基隆代表 基隆市議員 以及基隆地下發言人 好 來 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謝國良他昨天又上這個專訪 他說什麼 他說所有權人是基隆市政府 起照徵件的時候 都有相關的文件 蓋好他說林佑昌怎麼不去做登記 蓋好應該就要完成登記了 林佑昌自己的說法 他們有說應該是要在 你整個合約滿了之後 再去做登記 然後他說如果產權是net的話 net何必來投標 你會付租金給你家的房子嗎 這是他的音編的一個說詞 而且後面還講到說 可能林佑昌的有OTB案 然後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就好比 我是一個快樂成熟的 成年人 快樂的成年人 對 我會做什麼利己 不利市民的事情嗎 但是你覺得林佑昌他有沒有需要 大概就是這樣 講到這說我不想要講得太深入 就這樣 我請教一個部分 他這是一個說詞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議員想不想知道合約 想嘛 你要多久 你要不到 人家蕭敬言都要得到 對不對 對 所以我想也許等一下 那個跟敬言交換個電話 如果你可以要得到一些 咨詢也會透過你來要 也許有辦法要得到 其實我覺得謝國良 他們昨天這個回應 其實也給予我們接下來 我們議會裡面 讓我們更有問題可以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好 如果不是謝國良市長你下令 那是誰下令 是警察局長還是交通處長 還是副市長 總有人下令 不可能我們這些警察吃飽了很閒 就自己跑去這個商場裡面 凌晨半夜三更的 跑到商場裡面去 自己去做關心 而且現場就四五個 刑警就在那邊 刑警是沒事就會跑去 大家一起跑去商場 那個時候門是關著的 也沒有東西可以買 我們看到說 金融市政府 現在有一個矛盾的說法 一 他說這個地方產權 就是市政府的 所以我們這個行動 全部都是合法的 OK 你既然是合法的 然後另一方面你又說 可是市長沒下令 所以這個行動是合法的 這個地方也是介入市政府的 可是市長沒下令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他是放了兩個卡榫 一個是先用這個 這是合法的來保護市長 再來又說市長又沒有下令 所以市長更沒有問題 更沒有事情 那我們就問 這些警察不會自己跑去那裡 這些刑警也不會自己跑去那裡 所以是誰下令的 總會有一個人下令 要不然這個行動要怎麼樣完成 好 在這邊我也要提醒 我們基隆市裡面 現在所有的一級主管 以及所有跟這件事情相關的人 如果前陣子有人跟你講說 假使你這鐵飯碗不保的話 日後你也許可以到某個 什麼信用合作社去當保全 要不然你也許會去什麼 打擊練習場裡面 也給你一份工作 或是有一個什麼隱城 你可以去工作 甚至這個東岸商場這個地方 其實也會有一些 不錯的工作機會 可以去追微風就對了 對 如果有人在前陣子 跟你保證這件事情 千萬要小心 因為你跟你講這種話的人 他不見得是一個說話算話的人 現在跟你講這個 你最好趕緊現在看到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你趕緊打電話 跟當時跟你講的那個人講說 你要白死黑死給我寫一個 我們寫一個備忘錄 確定如果到時候 我從基隆市政府這邊 因為一些我的 這個違法亂紀的事情 造成我倒丟掉鐵飯碗的話 是不是我未來的人生 還有後面的這個工作的保障 因為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市長 不是所有的地方首長 都有這個能耐 都有這個口袋 可以跟他這個 幫他違法亂紀的公務員說 如果你這邊沒工作的話 我另外還有跟你保證 絕對會有更好的這個 好康也給你 不是每一個地方首長 都有辦法這麼的快樂 這麼的成年 但是偏偏我們基隆就有這個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接下來就是要看基隆市政府 哪一個人要扛 因為很明顯的船長已經跳船了 船長竟然跳船了 這個船到底是誰把這個船 跑去讓他開到冰山去撞的 總要有一個人出來負責 那個人你最好不要到時候 給我一個什麼科長 你不要給我一個什麼科員 因為這麼大的攻堅行動 他絕對是局助長以上的等級 才有辦法指揮的 所以如果不是市長 那看來又是邱副市長 要不然就是這個警察局長 基隆市政府有幾個餘吻 是不是現在要數一數 有幾個餘吻 靠海邊餘比較多 不過貴雅我插一句 我套用謝國良的邏輯 他說如果房子是Net Net為什麼要付租金來經營對不對 那我套用謝國良的邏輯 如果房子是基隆市政府 你為什麼要叫鎖匠去破門 請問你回自己家 你會叫鎖匠去把門 會把門鋸開嗎 不會吧 就拿鑰匙開門 那如果房子是基隆市政府 為什麼你沒有鑰匙 出門忘了帶鑰匙 那禁言部分我請教 因為前兩天 我看你拿出來一些合約的部分 部分的合約的內容 那今天是不是要提供 我們更多的細節 我們既然有基隆市政府代表了 還是部分 還是沒有全部 其實現在的徵典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件事情的徵典 現在大家在討論微風 這個是後話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 我們還是要回頭來講 就是說當時林佑昌主政的 基隆市政府 你跟這個大日簽約 加以秉方 我們上週有在節目跟大家講 加以秉方 基隆市政府是甲方 乙方是這個大日 這個Net頂多算是這個秉方 他們有簽這個合作的這樣子 協定同意書 好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五年的合約 當時簽訂的時候是2016年 簽訂的時候先有第一個疑點 疑點就是說一簽訂的時候 大日就跑去跟Net 簽了十年的合約 回到了2025的年底 但是問題是他那個時候 跟基隆市政府簽五年的合約 可是他就可以跟Net 簽十年的合約說 這個你可以去蓋這個房子 所以後來Net才去蓋了 這個二到四樓 結果我們現在大家在爭論的這一個 他2018年就蓋好了 那現在很簡單 就是他在爭論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去做產權登記 大家再問林佑昌 為什麼沒去做產權登記 好 那現在這個林佑昌講 他說這個裡面合約相關有 根據我確認 我沒有看到完整內容的合約的確認 這個他們說裡面並沒有相關的話 唯一我在幫林佑昌想 他可能有相關的資料 就是在這邊 這個是105年 2016年6月30號開的一個會議 會議紀錄 東岸立體庭船長營運的移轉案 出席的人也有誰主持人 是一個交通處的 旅遊處的課長 然後這個大日開發有出席 跟基隆市政府的代表 那裡面會議結論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是說什麼 這邊這個會議的結論 第五點 商場僻建完成於營運期滿後 大日開發同意將僻建完成的商場 無償移轉於基隆市政府 這個是會議的結論 但是會議的這樣子的結論 能不能夠取代合約 這個可能要請專業的律師 到時候到法庭上面去做這個見證 因為看起來 一般我們的理解 應該是你要去修改你的合約 把它附註進去 那更重要的是說什麼 你即便是照這個林右昂講的 營運期滿後 請問營運期滿是什麼時候 106年 105年 2016年他們開這個會議的時候 還是在這個五年合約裡面 那後面即便我們知道 5加3加2它是可以優先續約 但是你五年合約走完 你要優先續約 簽訂三年合約的時候 等於是你前面五年的合約已經走完了 那是不是算是營運期滿 為什麼五年合約走完的時候 你在前三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去做財政運期 靖遠你什麼時候要去基隆市任務上班 應該是不會想要去 因為我覺得你其實在講這些事情 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因為各說各話這種事情本來就這樣 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上 我們這民主社會要有司法 既然大家有爭議 我們就是交給法院裁決 法院裁決之前 誰都不可以有動作 對不對 都不可以去損害對方 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你今天大家 所以你跟謝國良一模一樣 你就是想辦法在那邊顧左右而言 像我以前 以前現在不會了 以前很晚回家 老婆說怎麼那麼晚回來 我說小孩怎麼還沒睡 熱口氣修好了沒有 還在看三立很好看 就是不講為什麼那麼晚回來 所以你在那邊講什麼產權 講什麼招標誰的錢多誰的錢少 講什麼藝人砍他 講什麼這個什麼吸毒 有沒有吸毒 你這些是誰都誰關心你 老實講 你現在在講這些合約什麼誰 沒有人關心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跟我們不會有關係 那我們關心的是說 什麼時候台灣的政府 一個縣市首長可以下令警察 去做破壞人民財產 去侵入 去強盜的行為 這才是重點 所以你今天憲國人 既然說你這是合法的 說是你的 那你就出來說 對 是我下令的 怎麼樣 對不對 不服氣 大家法院見 你就這樣講 今天還要來彈劾我 結果你就說我不在 我只是在旁邊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下令 那就只有三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金融市警察懷疑現場 有人在吸毒 或者重大犯罪行為 所以要馬上強迫進去制止 還可以要有刑警 刑事警察 誰要刑警 可能有重大的犯案這樣子 因為那個地方以前是滿多人吸毒的 以前是空中格鬥場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是有這個我們警察署 像他們看不過去 覺得我這樣被欺負 所以他們至告奮勇 對不對 他們這個主持正義的正義感 我沒有辦法阻止 要不然第三個就是說 我都勸他們不要 但是他們製作主張 沒辦法 想要表公 對不對 只有這個可能 所以你這個就是知法犯法 你不負責任 就像以前我的朋友當公務員 我說你公務員怎麼寫 他說我們都寫個你 就是打算要怎樣 然後上面看到他不會寫說準 如你 他會寫如你 照你說的 意見 你的意見 然後他再送上去上面寫說 你如你 照你說的 照你如他所打算的 你如你送上去寫 寫如你如你 反正我都不要負責 所以你看 是不是你如果看到 事實上是不是很生氣 所以現在謝國良 我們就要你一句話 對不對 警察去幹這件事 你知不知情 這樣就好了 不要說你有沒有下令 對不對 老師你剛剛講的是後話 我也同意說 確實在2月1號這件事情 還有這個槍刑點交這件事情 是值得討論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其實在大雄完 其實這件事情 已經大概有稍微討論 只是討論一兩天 大家發現沒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 基隆市政府的態度 謝國良是講說 反正就法院見 我覺得那態度沒有錯 你如果一開始法院見 那就好 只是後來發生了 2月1號這件事情 現在這個新聞 才會到現在我們還在討論 才讓人家有話講 不只是發生2月1號 那個事情 是因為他這個深夜直播 有沒有 整個把火點起來的 對不對 對 但我講真的 依我對這個 謝市長的認識跟了解 我覺得他可能是覺得說 其實以法律上 這個基隆市政府 應該是比較站得住腳 就是一開始 如果本身產權這件事情 可是後面發生了 2月1號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打官司的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 站得住腳 沒有人說我給你打官司 但是我想我會輸 我應該不對 可是靖妍 如果基隆市政府 覺得自己站得住腳 他覺得就依法論法 這個產權是我基隆市政府 他應該去向法院 申請強制執行 而不是下令警察強制執行 而且照靖妍這樣講法 謝國良現在就要出來道歉 他不需要再開直播扯什麼 因為2月1號大家都同意 靖妍也同意 這個是有問題的有爭點 那你現在 你說法院見 你還是可以法院見 你就說好 你繼續站著 我就法院去告你 到時候如果法院判我贏了 哈哈你慘了 我現在你而且佔用時間 我通通要跟你討賠償討回來 這樣就好了 問題是2月1號這個事情 與法無據 靖妍也說這個2月1號 是最大的問題嗎 謝國良現在就要出面 針對2月1號這個過程 還原他到底有沒有下令 然後為基隆市警方 違法濫權的行為盜竊 甚至究責 其實就這樣 我覺得這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說2月1號 這個後面發生的事情 看起來在政治工房上 這個基隆市政府是比較理虧的 但問題是對於基隆市民來講 我想只好在這邊 因為基隆市民Care 到底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的產權 畢竟確實還是屬基隆市政府 沒有我跟你講他理虧事情很多 包括你算出來 人家這個 Net他標的金額是8000多萬 8100多萬 你只有 假設是謝國良講的 6775好了 也是低對不對 這個數字上面其實 基隆市民的觀感就覺得 你說不會過去 這是一個部分 我想要請教之豪議員的事 我看到陸續有一些議員 也會針對相關的事情 要怎麼來盤點一下 那是不是基隆還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因為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有發生 比方像是鄭文廷議員 他就講說不只是東岸跟博愛停車場 博愛停車場 他其實是在看法庭的金額 這個停車庭的 他也是給他欠一個20加10是不是 然後大家覺得 為什麼你總是喜歡一個長約 然後其他他還說有百福 有成功 有停六 這三個停車場 甚至包括市立醫院 也準備要委外經營 那這個有什麼樣的差別 其實真正最大的差別是說 東岸商場 他其實是用一個停車場的名義在標 可是他本身是個商場 對 所以停車場只是他的一部分 他真正重要的是那個商場 而不應該這麼長約的 其實就是商場 你如果說停車場的話 他們西雄市政府也有拿出來 一些其他的縣市 有一些停車場也有這麼長的約 沒有錯 因為什麼 因為停車場車位就這麼多 一天的時間就這麼多 他的收費的費率也差不多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來 十年之後這個停車場收益會是多少 20年後算得出來 但是商場不一樣 因為商業的模式在改變 消費的形勢也在改變 所以這個瞬息萬變的商場 不是跟停車場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東岸商場會要飆到20加10 會讓人感到很移動 更何況 謝國良市長在2月1號開記者會的時候 直接講說 東岸商場其實只是我們第一個 我們的招商案 接下來還有其他幾個重大的這種商場 還要委外 那基隆有另外幾個 一個叫做威海營區 也就是現在的東岸 離東岸商場只有走路10分鐘之內 就到得了的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本來是軍港 軍港的話就是我們基隆市根本動不了 要招商要怎麼樣都不能使用 因為他是軍港 停靠軍艦的 但是在蔡世英立委的時候 他直接想辦法花了很多心力 把他整個牽走了 變成是這裡一樣 這個地方被釋放出來 空間被釋放出來 所以未來這裡 大家可以放下2、30個 做籃球場這麼大的一個 住商辦空間 未來謝國良就說他也要這樣子做 他也要招商 我們基隆好幾個地方 就還有包括 招商沒問題 對 但是問題是 在東岸商場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所有要有辦法去標這個案子的商業者 都看到說 先墊墊自己的精良 看看跟市長有沒有關係 再來決定要不要投標 我是跟謝家有比較好 還是跟廖家比較好 還是跟三人比較好 我如果不是謝國良的好朋友 我看整個不要去標比較好 不然廖後變成這樣 做了那麼久 還要登報跟全國人民道歉 結果寫了一個情商這麼高的一個酸文 結果基隆市政府還看不懂 還出來說感謝你 所以說你變成是 未來基隆幾個重大的商場 要招標 商辦要招標的時候 你說誰敢來標 看到謝國良市長這種違法亂記的樣子 還有哪個業者敢來基隆投資 這個才是我們作為基隆市民 應該最擔心的事情 就是為了一個 謝國良自己的一意孤行 你造成整個基隆市 可能接下來很多年 你要招商都會很困難 其實以前張東岸也有遇到 一模一樣的事情 因為發生的地點也是一樣 就在這個東岸廠場 以前的這個停車場 只有一樓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這裡還有成品書店 但成品書店也是一樣 被當時張通融 因為這種毀躍的行徑 成品的老闆直接說 以後我們成品不再來嫁人 一樣的狀況現在發生在NET 如果未來有一天 你讓其他的這些廠商 都不願意來進行投資的時候 最後只剩下微風 最後只剩下 還願意跟你謝國良往來的集團 這對我們地方來說 是好還是壞 所以你說招商 其實最後你反而變成是一個 把所有的商業的機會 都往外推的一個力量 這個才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議會要去質詢 而我們基隆市民最擔心的點 那你現在這個地方 是什麼一個地方 像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叫做成績轉運站 這個成績轉運站 算是基隆未來一個重要的 我們的客運的中樞的 轉運站 這個地方在謝國良 原本是林佑昌的時代 就差不多快完工 在謝國良上任的時候 他已經完工了99% 結果99%之後 就很像是以前 大概20年前 我們大時候網路還很慢的時候 下載了圖片下載什麼 到99%突然停掉了 什麼東西都停掉 看不到了 怎麼這樣子 結果你就發現說 成績轉運站 一直到現在已經停滯兩年了 他就是99%就一直沒有辦法變成100% 這個地方一樣有商場 一樣是要做商辦的規劃 而且現在是謝國良自己愛吃的 這個連鎖壽司店 也在這裡也已經開幕了 但是因為他沒有整體的規劃 也沒有整體的營運的業者來標 因為他還沒有完工 所以根本還沒有辦法 做成一個營運管理的標案標出去 所以就停在這邊 但我們就想 好 就算最後我們這個轉運站 真的成功完工要標了 誰要來標 誰敢來標 如果說大家都不敢來標 最後敢來標的會是誰 不就是剩下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了 謝國良願意為他花很多的心力 甚至連謝國良自己的發言人 都要出來多次的為他捍衛 甚至還要刊登外牆的廣告 直接以西基隆市政府的名義 來去幫他這個集團 去幫他講話 是不是最後只有要到 跟市長要有這樣子的交情 才有辦法 才有敢來 標我們未來的這些重要的商辦 我們的成績轉運站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指 下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因為他是99% 幾乎可以說 市長什麼時候要他100% 他就是什麼時候100% 什麼時候要標出去 我們根本 我們從去年的三月 我們市議會就直接去那邊會刊 問市長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好 他說五月 結果又再延 延三個月 延半年 延到現在原本說今年要好 結果還是沒有好 就變成是 這幾乎是市長一個人的個人意志 決定了我們整個城市發展的停滯 你擔心的那個謝悠悠的標案的部分 我們商場的部分 現在還沒有看到其他的明確的例子 可是在法律界的標案有了 阿淼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昨天也有在討論說 你每一個月 簽一個十個月的約 然後32萬的法律標案 而且他是在過年前 偷偷公告 然後過年就七天就是 過年前兩天公告 2月7號公告 沒有我就忽略了 所以能夠標的是誰 可能只有某一些知道 上架了馬上去 然後可能你自己沒專心 沒注意你不知道 但是他有很多限制的條件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說 他那個註點是每週四天 一天八小時 他不是保安的 假設我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坐在那裡 有 我來註點 可是我可能不見得有 類似任何的法律方面的服務 一般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標案 在市政府裡面 有這樣的投標嗎 你不是有法治局嗎 你法治局下面不是 還是有一些相關可以諮詢 或是顧問的部分嗎 我覺得謝國良他要公布的合約 越來越多了 因為我看這個整個的東岸商場 停車場的爭議 我最大最大的困惑就是 為什麼基隆市政府到現在 還沒有把全部 包括以前跟大日的 所有的主約 復約 跟這次新的跟微鳳的合約 通通放上網 其實你說謝國良 他每次好像很委屈 一下子要開氣者會說他沒吸毒 一下子要叫發言人出來 這個說基隆市政府一切合法 有沒有合法合約攤開就知道 這很簡單 這個我們台北市處理太有經驗了 我們的大巨蛋 你看搞了二三十年了 弄到現在一團亂的時候 至少有基本的一件事 有做的是所有合約放上來 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看 這裡面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站著住腳 大家一起就是看到你站著住腳 所以為什麼基隆市政府 這麼畏所畏為 我不知道 志豪到底有沒有從基隆市政府裡面 拿到所有的合約 如果連議員都沒有辦法 完整取得的話 那我斷言 市政府心裡面其實是虛的 他才不敢把合約拿出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剛剛談到這個 法律服務的標案一樣 現在人家問你說 你一個月32萬 你服務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說一週四天住點 八小時 接下來我如果是基隆市議員 我要問的事情問你有幾個點 你有幾個點 如果說只有一個點的話 叫你一週上班四天 週休三日 標準工時八小時 因為薪有32萬 嚇死人你知道嗎 這真的嚇死人 所以你到底有幾個點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說分明的 但是我心裡面悲觀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謝國良 最近的行為模式就是說 我一切合法 我經濟無語 我成年我快樂 所以我沒有必要做不好的事情 請大家相信我 這叫做相信我之術 就是說你只要相信我就對了 其他人沒有管太多 尤其是今天這個法律標案 他有刮田裡下 因為這個得標的 其實大家也知道說 他跟謝國良是麻吉 當初他競選的時候 是幫他助選的是他的發言人 然後這個得標的 他除了跟謝國良是麻吉之外 他跟很多藍營的政要 也都很友好 跟聖文也是麻吉 所以你在看這整個過程裡面 如果我是基隆市民 我當然覺得奇怪 所以現在正本清源的解決 知道就是合約要公佈 剛剛大家前面不是討論 還有好多位停車場要委外嗎 對 屆使合約恐怕的話 把它公佈出來 因為大家現在知道 原來基隆有這麼多後康的標案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我們台北市有很多的局處 一整年編的法律服務費 也沒有32萬 一整年都沒有32萬 他一個月就32萬 不是說全台北市 可能一些局處一些單位 可是大家也知道 基隆市政府的規模 跟直轄市 台北市政府的規模不太一樣 而且是基隆一整個城市的人口 大概是多少人 30多萬人 我大安文山 我的選區大安文山區的人口 是超過基隆市人口 可是大安區公所 一年沒有32萬的法律服務費 所以這個當然是起人一鬥 我是建議謝國良 等一下晚上可能開個直播 告訴大家說 你不要再害他了 他每次開直播 這就是合約 這樣合約有塊 不要喝 告訴大家說合約有上網 我是建議這樣 不要開個直播說 什麼律師 是我的媽媽錢 人做好 找對朋友開機 不要再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 因為這樣一定會越不越灰 你建不建議晚上再開個直播說明一下 不建議 我們讓法院來處理就好了 不是 你這個法律標案 不可能搞上法院吧 對 最近代理發言人有點辛苦 不過我也是要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律師也是謝國良 也不是現在這個表演出來 這個簡律師 如果說2月1號這個強制點交 如果說謝市長是有聽過這個 簡律師的建議 法律的見解 告訴你說衝了 衝了 就把它拆了 就進去吧 如果說這個建議 也是這個法律的見解 是來自於簡律師的話 我是建議 誠心的建議 希望謝市長 你也就不要把這個律師 就這樣放棄掉 如果這個律師就要一路跟著你 我們希望接下來 我們現在接下來 這律師一路跟著你 陪著你打所有大大小小的 這些紛爭 希望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也許謝市長 你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時間 陪伴你的家人 高級酸 高級酸 來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這個沒有辦法用高級酸 因為國民黨的基層爆炸了 這個事情我們也聊了好幾天 現在終於有一種 稍微比較明確的感覺 等一下靖妍說 他有一些內幕要來分享 我先請教晃哥 我們再看招偉讓一席有沒有 現在就是一席 但是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剛才講說是俄羅斯輪盤 大家都不想要 許謝市長說 可以讓 但是不要在我的委員會就好 他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不要在我們這邊就好了 葉原芝昨天也講 他是要教育委員會 不要在我教育委員會就好 對不對 那我們進一步看 這邊就有人點名說 好 你要讓交通是不是 交通應該是陳雪生 有可能當招偉 他想當招偉 對 那個有比較青藍的粉專 不演的新聞台 他就貼出這些人 我告訴你 要讓的是這些 你們到時候選票反撲就知道 這些人就不要投 陳雪生 魯明澤 尤浩 黃建豪 廖先祥 邱若驊以及林沛祥 這幾個 林河青 看面 靠時尊 不要回答他 怎麼感覺像是那種通氣犯 告示 然後陳雪生的態度是說 尊重黨團 我現在還不知道 當事人林國城 因為民眾黨有可能是他進去 然後可能會禮讓給他 我也不知道消息怎麼來的 像民眾黨這邊都沒有跟我說 黃建豪 票不要投給我 立刻要表明態度 唯一支持陳雪生 然後徐曉青就是 可以讓 不要在我這個選區就好 不要在我的委員會就好 你覺得現在在演是哪一出 所以徐曉青告訴我們 上週末三天在花蓮的共識營 他們不是說有討論嗎 最後說多數人贊成要讓 對 壓倒性勝利 對 達成了壓倒性勝利的結論 我們總會知道 就是要讓可以 但是不要讓我的 所以立法院八個委員會 每個委員會 國民黨委員都說 我贊成讓 但是不要讓我的 讓隔壁那個 所以最後到底要不要讓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政黨之間合作 在民主政治 民主國家很正常 但政黨合作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講白一點 也不要講什麼太高深的理念 就是有什麼交換條件 我只想問 現在民眾黨你有什麼籌碼 讓國民黨讓出一席的招委 你的籌碼是什麼 韓國瑜欠我人情 我讓他當院長的 對 OK 那可以 那你就承認 我們那時候巴西 其實不是肚子餓吃飯 是故意落跑 你讓 技術性讓韓國瑜當選院長 在第二輪投票的時候 如果是這個也OK 也沒關係 你可以講 而且我絕對不會批評你 因為這本來就交換 交換一席招委 好 但是如果是交換 你們當時為什麼不講白 民眾黨不是最討厭什麼 密室協商 黑箱政治嗎 洪國昌不是看到這種事 要咆哮太離譜了 那你這次為什麼不出來咆哮一下 第二 讓交通委員會 我覺得很沒有道理 而且從這兩天的發展 我覺得最後民眾黨 可能一席都拿不到 沒有 你說讓交通委員會 沒有道理 我覺得觀眾朋友可能不是很曉得 那交通委員會又怎麼樣 因為交通委員會 交通委員會它的主管 主要是交通部 交通部底下還有 現在還有觀光署 好 交通部管什麼 除了我們熟知的這個道路建設之外 其實天上飛的 水面上跑的 路上跑的都歸交通部管 包含高鐵 包含台鐵 包含捷運 通通都是交通部的業務 我們以前在跑立法院的時候都知道 每次在新國會成立的時候 有幾個非常熱門的委員會 現在大概兩大黨基本上都有制度 就是用積分制 交通 經濟 財政 都搶破頭 三大熱門委員會 為什麼要用積分制 因為大家都想進 經濟因為它有農委會在裡面 所以比較通常農業選區 選出來的立委 他想在經濟 因為農委會可以幫地方爭取建設 交通也是一樣 特別是里島跟東部的立委 幾乎都會在交通委員會 他們要爭取 包括台鐵 包括里島的那些東西 沒錯 而且我跟你講 很重要是選民服務 以前要幫忙買車票 現在當然沒辦法 現在都電腦上網了 以前要幫忙買車票 現在是名字的 動物車票 以前都要幫忙買車票 這是很好的選民服務 所以你說讓交通 我覺得沒道理 而且交通的預算是很多的 交通委員會的預算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讓交通沒有道理 可是你看從財政 到衛環 到交通 我不曉得明天真正選的時候 會點哪一個 所以我覺得民眾 最後可能一席 為什麼 因為他在實務上操作有困難 立法院的招委選舉 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 好 我們大家來投票 好 這個委員會 許貴雅跟苦林兩個人 兩大黨各自選票 你們兩個 他不用過半 就是最高票的兩個當選招委 這是一種叫投票 可是絕大多數委員會 通常會用叫做推舉制 就是賴斯堡那天不是給我們看 他簽名支持羅明財 其實每個委員會 都有人這樣運作 就是推舉制 好 到時候譬如說 我要競選招委 我拿出來一疊 這邊在座六個人 六個委員都支持我 他們都簽名了 好 推舉 那就不用投票 好 現在問題 實務上操作怎麼辦 你國民黨如果在假設 我們就以交通來講好了 交通委員會 他要推舉林國成擔任立法委 擔任趙偉 請問是國民黨立委 大家要連署簽名給他嗎 注意 不要說我沒提醒你們 白紙 黑字會留下歷史記錄 照做對手就很好選了 對 沒錯 所以再運出來就好了 那你說不用推舉 用投票嗎 趙偉投票那個沒有秘密 對 到時候就會有人點名 我跟你講記者攝影機都在拍的 好 國民黨誰投給林國成 你覺得他服務處電話會不會打爆 你覺得國民黨的委員 交通委員會委員 這幾位 他們會不會有壓力 我跟你講他壓力比喜馬拉雅山還大 所以你覺得他這個票投得下去嗎 你今天如果說要放任這種放話 繼續在這邊 我跟你講明天保證選不出來 再來一種可能性就是 兩個黨出來講 總召對總召出來講 有 我們達成協議 交通委員會要禮讓 交換什麼 交換內政委員會 那個中配取得身分證 從六年變成四年 民眾黨表示支持 那就奇怪 那你為什麼不讓內政委員會 為什麼要讓交通委員會 為什麼 因為內政高金想要當招委 高金對國民黨來講是不離不棄 政府院長都直接投給你們 他沒去吃飯也沒落賽 那你這時候你把高金拉下來 你落賽 對不對 你把高金拉下來說 這輩子你先扭 先扭民眾黨那個應該是吳春城 先讓給吳春城 你覺得對高金交代過去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不要再玩這種遊戲了 第一個民眾黨請你 我之前在選政府院長 我就在節目中講過 我說只要招委選舉 民眾黨拿到任何議席 就證明你們跟國民黨 有密室協商 黑箱作業 要不然他為什麼要讓你 第二 國民黨你要交換 我也沒意見 那請問拿什麼法案來交換 還是說我讓了一席招委之後 從此這個會期 民眾黨八席就變成小籃 看到國民黨提案就說 好棒棒 我贊成 我支持 就變成國會這個會期的穩定多數 如果是這種交換條件 也可以請公開講清楚 不要再玩這種遊戲了 好 靖妍 我先分析一下 這一篇報導寫得很清楚 他們內心有多麼的天人交戰 像那親家要說親家 這邊我到底要嫁到一個女兒 我到底要嫁哪一個 我還沒有決定好 老嫁說 嫁誰好 不要嫁我就好了 真的 就感覺我有八個女兒 真的不知道嫁哪一個人 我們這邊來看 說教育委員會柯智恩 他要當招委 然後他又有地方選舉的規劃 可能以後要不要讓再說 所以教育不行 再來內政因為高精跟我們配合非常的好 他只差沒有加入國民黨而已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留給他 那經濟的部分 讓給民眾黨好不好 民眾黨是張祈愷 張祈愷也沒有什麼國會的經驗 雖然說他是一個資深的 民眾黨誰有國會經驗 不是 我是說他們的邏輯 對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那八個委員會通通不能讓 因為 司法法制可以讓 因為黃國昌委員 他是優質的 說實在我跑立法院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新科立委 第一個會期就當招委的 我真的沒看過 因為他這裡講的分析寫得很白 他說他可能會立有未代 那就是不夠格 然後接著財政委員會說 我們有羅明財 不明白為什麼會放消息說 我們要讓這一席對不對 接著又講到魏環 魏環我們有陳金輝委員 陳金輝委員本來就是在 這個升職方面的 然後他說如果陳超智要弄 人工升職立法的話 沒關係 陳金輝會跟他做配合 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讓民眾黨 就是我這個交通不適合 那個也不行 那個不夠格太幽默 我整六歲也不行 全部意見了 想不想要老婆給他 那現在最後是傳出來說 可能是交通要讓零國城 這是拍板的嗎 對 就我所了解確實是這樣 我先講如果是這個 我在想要嫁哪個女兒 八個女兒要嫁 我在考慮要嫁哪一個 我覺得這八個應該都覺得很不爽 好像是選到我我才要被嫁 所以最後媽媽自己嫁 所以說 對 那個想要嫁的人 你自己嫁出去吧 自己嫁出去不要再回來 為什麼那邊是我們要嫁出去 那一天這個去共識營的時候 大家已經在討論這個 招惟選舉的事情 然後這個朱立委員去 他一受訪就在講說 因為人家說 主席這個我們 那個招惟是不是要 禮量民眾黨 然後朱立委員講 他說不是黨常幹部決定 我聽了我覺得好害怕 不是 難道是他要決定嗎 我想說這樣子我聽了更害怕 結果還好 後來他就說這個要黨團大會決定 然後不是少數幾個人決定就好 我以為是他要決定 先講結論 我完全不支持 我完全不贊同 這個招惟禮量給民眾黨 連牽制都可以不算數的人 對不對 你還跟他講說要禮量招惟幹嘛 接下來如果排案 他明天突然跟你翻臉 而且他明天如果講的又不一樣 明天突然覺得說 這個民進黨好棒棒 我要跟民進黨合作 國民黨這個十二不設 我不想跟國民黨合作 所以說你只是在魚虎磨皮 你只是在養大這些人 只是在給這些人 你說你態度不贊成是不是 我完全不贊成 那你現在有發現誰贊成的嗎 現在就是大家在問哪一些人贊成 我禮拜天傳出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正在跑基層 然後我們旁邊很多黨員 跑來一直抓著我 他說不要再讓給民眾黨 國民黨有鼓氣一點好不好 幹嘛 他們被騙一次還不夠嗎 還要再被騙第二次嗎 我覺得我們李全榮秘書 講得很好 而且他講得還滿難聽的對不對 被騙還放怎樣 還放人家數錢 人家數錢 有這種事情 沒道理 我絕對支持我們這個 李秘書長講 所以國民黨裡面 還是有很多腦袋清楚的人 但是腦袋不清楚的人也不少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我所了解 確實就是要禮讓這個交通委員會 而且大概是在昨天下午 就有這樣子 民國城也沒有當過委員 他也是立由未代主委 其實後來我在想 如果真的硬要決定 其實那天我先還原一下 那天共識雲的時候 裡面後來是清場 就是說相關的助理都出去 然後只留了委員本人 以及朱立倫在裡面 還有朱立倫一個核心的幕僚 也在場 頭很大的那一個嗎 對 所以這個消息 跟我差不多的 這個消息傳出來 大家點名一下就知道是誰了 要不然我怎麼會知道 OK 在場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表決說 這個到底要不要禮讓 後來確實做成的決議是 就是這個要禮讓給民眾黨 這個是共識 第一個有大概過半的人都支持 但第二個 第二個但書就是說 禮讓頂多一席 頂多禮讓一個委員會 等等 我覺得我們還原一下細節 因為葉元智之前有透露說 是10比5 你剛剛講說有過半的人支持 是有舉手還是沒舉手 還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跟民眾黨合作 然後大家說沒意見 可是不知道說要讓一席還是什麼的 可是葉元智老麻病不管 他第一次講說10多個對20多個 第二個下一個節目就講是10比5 對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 葉元智講話聽聽就好 因為表決說他根本不在現場 我不想講 他不在 對不對 所以說 他有承認 他講話才變來變 聽說他昨天有承認 我們本來不好意思去戳破他 他昨天有在節目上公開承認 他要牽繞袍了 表決的時候 你不在現場的人出來那邊 一直講數字 然後每次講的版本都還不一樣 人家趕通告很累 辛苦他了 OK 那這個還原裡面的狀況是 確實他們現場有直接表決有舉手 然後有過半的人是支持說要禮讓的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禮讓是有但書 頂多禮讓一起招位 但是禮讓哪一個委員會 授權黨團三長去談 可是還有一個但書 這個外交國防 不好意思司法法治委員會 不禮讓 就是確定要推吳宗憲 至於剩下七個委員會 要禮讓哪一個委員會 可是靖遠最重要是 你們讓讓你們換到什麼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疑問 我是我比較好奇的 為什麼不讓給民進黨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這個裡面 誰舉手反對 就我所問到大概就是八個 有人直接舉手反對 剩下的就是直接 對 所以不是死筆 我剩下的就是不表態 我是比較好奇這八個 反對的人是誰 他們以後不管選什麼 我都支持他們 這個舉手同意的這些 那你要挖出來 你要挖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推 他們現在在保護當事人 我盡量去問 不過其實大家看 過去這一段時間的言論 或者是選舉的合作性來講 大概可以推測的出來 但我必須要講 你現在理量交通委員會好了 他們講的理由是說 林國成相對起來 比較有這個意識經驗 因為他以前當過議員 當過議員 但是問題是散 當過議員跟立法委員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黃珊珊也當過議員 但是黃珊珊的仇恨值比較高 所以說這個沒辦法 理量也大 黃國昌也是 那其他你根本不用講 沒有經驗 所以現在的重點是 好你要合作就算了 可是就像李全榮講 剛剛黃哥講的 為什麼你乾脆不跟民進黨合作 現在對於國民黨來說 最大有壓力 可能會取我們而代之的人是誰 看起來是民眾黨 你現在不是給民眾黨養分 給民眾黨有把他養大的機會 所以這一些主導的人 我覺得你們真的要去思考 他們講好聽 他們在講說 現在的主要的對手 這個是民進黨 對 看起來是這樣 民進黨執政沒有說 我們要監督這個執政 但問題是你監督 監督到最後你被人家取代了 會比較好嗎 民鳳姐 民眾黨這邊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都說改革比位置還重要 我又沒有一定要你讓 然後結果你一直把禮物送過來 把男朋友一直要送給我 我就沒要帶 所以我是幾十年來看 立法院運作最荒唐的一次 我要讓你一起 可是被讓人說我不知道 我不要 我沒有說要 那我請問你 你國民黨真的把交通委員會 讓過去了 交通委員會是中南部的立委要的 因為中南部的交通建設 對於這個立委來講 是這個中南部 中南部 東部或離島都很重要 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 最後一個談判 那你們這邊會有結果嗎 兩岸針對 今夏水域事件協商 仍未達成功 台北的立法委員 會比較偏向財政委員會 因為所有的銀行都在台北 所以說如果你讓那一席 交委給黃山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意義比較大 就是黃山山他是不分區的 那他未來可能也在台北發展 可能民眾黨會比較感謝你 你現在就四 五 六 推來推去 你讓 沒有 我沒有聽說 連陳雪生今天也沒有承認說 讓的是他那一席 他說他不知道 所以投票是投出來或是誰 根本未知數 所以說我覺得說 你今天你要讓一席了 交通委員會不算是不好的虧 他是好虧 然後你要交換什麼回來 然後這個如果說 他說我民眾黨跟你講說 是你給我的 不是我要的 你到時候國民黨你要跟民眾黨 要這一席的人情的時候 你會要到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你說你剛才問靖遠說 你到底現在誰聽到要讓 只有一個人 就是傅崑奇而已 其他人都沒有說要讓 你傅崑奇跟柯文哲 兩個什麼私下交流或是 吃飯 然後稀稀儲儲 那到底談什麼 我問你 如果說今天國民黨要的是 所謂52台的恢復 交通委會有管交通或建設之外 還有NCC 我們可以合理的推 而且今天NCC的名單又出來了 我們合理推測 國民黨就是要這個是優先法案 我請問你黃國昌 可以接受恢復52台是中天嗎 你當時罵中天罵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說那你民眾黨 是要答應什麼事情 答應什麼條件 今天國民黨 哭不浪噹列了一堆 所謂的優先法案 包括國會什麼聽政權 國會什麼挖鉤權的 我問你那些東西 有的就是違憲 有的就是違背你當時 黃國昌主張的什麼廢除 就是中天電視台的什麼什麼東西的 然後再來就是中沛的問題 中沛我覺得 這個可能會達成協議 因為兩黨的看法比較高 就國民黨跟民眾黨 現在柯文哲這邊說 有 我在選大選 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就已經態度是這樣了 對 我問你 就是這個法案的時候 我需要讓一席召委給你嗎 不用 民眾黨也會給 也會同意這個法案的 好打你賣刀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說你NCE的東西 你到底民眾黨 你真的會改變你自己的立場 然後去投這個所謂中天 這樣的一個電視台嗎 你就看黃國昌自己打臉自己 所以我覺得就說 我們這個東西 如果政治交易 或是政治交換條件 這個表面上面 大家說得滿口仁義道德說不行 但事實上政治的運作 這個就是實務 實務的經驗 我們可以容許一些比較 所謂的政治交換條件 但是今天政治交換條件 你的標的物 你的動機 你的跟什麼都不明的時候 我們就懷疑 在裝這個政治交換條件 到底是在交換什麼東西 是用腦子壞掉了 還是交換的東西 是非常可怕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我覺得 你明天投完票 發現被交換了 然後民眾黨買帳不買帳 那是一回事 請國民黨跟我們解釋一下 就是說你這一席 為什麼要讓給民眾黨 你跟民眾黨提的條件是什麼 國會你們不是要公開透明嗎 你們這個柯文哲 每天去這個 所謂的黨團辦公室上班 你要求的公開透明 你黨團的八個人都做不到嗎 這個東西對於選民 是如何要交代 對於所謂那些小草 又是要如何交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有史以來 最荒唐的事情 然後每個國民黨立委 被點名要交代的時候 都擔心得要命 今天賴斯堡在這個議會前面 公開的講兩次 我的辦公室電話被打爆了 我辦公室電話被打爆 他只欠一次 很重要 要講三次 所以每個 許小新也是 我的電話也被打爆 然後都是交換別人的 那個就是像那個故事一樣 我們要一群老鼠怕被貓抓了 好 那我們決定一個決策 決策下來了 我們要去幫貓掛鈴鐺 好 那誰去 哪一隻老鼠要去 所以沒有一隻老鼠要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黨團的總召 會不會耍 大家耍了 或是玩很大 把自己跟白的合作 玩起來之後 你是要去壓制 朱立倫的黨主席的位置 還是壓制 韓國瑜院長的氣勢 還是要挾白自重 在恢復黨團內部的位置 這東西是不是一個人的私心 造成整個黨所有的損失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內部 黨團內部真的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不要跟著民眾黨做 跟著民眾黨走 做民眾黨的小尾巴 那你選52加2是幹嘛 這是莫名其妙的 支持者也都是非常生氣對不對 我們來測一個風向 不演的新聞台 他就講說 好 你看著有這些人 誰投民眾黨當趙偉 下次你就不要投給他 不知道這樣投票是為了什麼 下面的網友說什麼 他就說要不要再狠一點 直接罷免掉讓趙偉 弄得太狠了有沒有 罷免掉這些要讓的人 哪不然講說 我覺得國民黨最適合 就是選30幾席 52席撐不了 所以他們回去到30幾席的時候 會比較團結一點 然後還有人講說 怎麼會是戰鬥籃 去變成倒貼籃算了 因為趙少康也覺得說 要合一合對不對 然後又有人點名說 好 這個廖偉翔就是支持讓的 這個選區各位要記下來 然後有人講說 既然有我選區的委員 我今天才打電話去抗議而已 那庫林大哥我要請教 因為剛剛民鳳姐也要質疑的是說 讓你交換了什麼 是不是什麼法案要合作 或是什麼這個東西 那之前的確立法院長 他們又不承認說 就是因為你們這樣合作 你們又拔倒腰 所以才成就了韓國瑜當院長 他們不承認 可是表面上我們都看得出來 這些就是已經繼承的事實 再一件事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些支持者會生氣 他們就覺得 你過去的那些東西 2024選舉前發生的 那個簽了又不算數等等 然後你又動不動 柯文哲就在羞辱說什麼 選上國民黨 就是直接出賣台灣等等這種話 都講得很清楚了 你現在還要讓給他們招委 這不就是義德抱怨嗎 吞不下去 我覺得敏鳳雖然歷練豐富 但是本性純良 他覺得黃國昌 他怎麼可能反紅媒的人 怎麼可能去支持 什麼NCC恢復中天 那我就等著看他自己打臉 他反黑箱 就反胡茂都可以變成說 我反黑箱不反胡茂 到時候他說我反紅媒 我沒有反中天 對啊 所以你幫他想好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也要打臉自己 我沒想到我這輩子輪到說 你打臉自己 輪落到說又幫韓國瑜講話 現在又要幫傅昆錡講話 我們傅昆錡老大用心良苦 你們現在職場 我們朋友在教職場管理人 拿傅昆錡做例子 就你要什麼東西 你不要直接要那個東西 你要更大 隔山打牛 我要選院長 院長不要 你不要來爭 總召給你 對 現在我要選黨虧 沒錯 一樣的 要再換東西 其實第一個原因我們講說 大家在問說他到底是 要換到什麼 他不是要換到什麼 他是要還什麼 還什麼 其實是當初 那八人沒事 你吃飯那個絕對是先講好 所以那時候傅昆錡不是說 我們要讓一到二席招委嗎 對不對 後來發現民眾黨劈腿 不是吳昆錡 吳昆批 民眾黨劈腿 你怎麼會扯到我們吳昆錡 因為吳昆被告 所以我來講清楚 民眾黨劈腿半夜兜售 黃珊珊這些事情 可能兩席就剪成一席 所以他其實沒有 他後面要什麼都要不到 要不然他現在很簡單 只要出來說 我就是要換這個 大家沒話講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讓給黃珊珊 為什麼不能讓給黃國昌 因為這樣會讓他做大 他就有場地了 他就有亮點了 他就有表現的機會了 所以我不可能這樣給你黃國昌 尤其你黃國昌一天到晚 以前罵我傅昆錡罵得多兇 黃珊這樣也不行 所以那就林國城最好 因為林國城再大也大不了 到現在大將 可能今天大家才第一次聽說 他的名字也不一定 沒有 可是林國城他是藍綠都 都吃了就對了 對 他不一定是 林國城他跟傅昆錡又有一層關係 就他們都親民黨出身的 對 但是人家雪昇大哥 寬宏大量 你看肚子那麼大就知道了 其實這樣講法說什麼 你讓他半年而已 對 一個會期而已 因為有八個會期 一個會期 那省預算是下個會期 下個會期成員帶自己回來 我這半年換四年韓國瑜當院長 划不來嗎 這麼划的來生意 你們怎麼都不會講 讓一次以後 你接下來不讓 OK嗎 你是不是要讓八個會期 對 以後再說 以後看合作的狀況 先試用其他事 看你們到底是不是這個人 我看你的騙數也不輸 所以這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是傅昆錡 對國民黨的立委沒有信心 他說我們是脆弱多數 怎麼叫脆弱多數 你明明就是多數 而且如果你相信說我這是為大家好 我這是站在人民這邊 民眾黨也不敢不服 如果 問題是你現在假如說 你現在是要調查海昆 看黃珊珊的哥哥有沒有貪污 民眾黨怎麼可能會接受 當然不可能 所以也不是什麼東西可以換的 但是我覺得傅昆錡就是心心念念 怕他這個總召失敗 怕哪一次投票 就忽然民眾黨投給民進黨那一邊了 所以才開始拿這個東西 當作誘餌 偏偏的民眾黨又愛吃不吃 我又沒有藥 是你要給的 所以自取其入 我真的沒有想到說 藍白河這個戲搞到這麼難看了 大家很多最後就結束了 大家都要 雖然你過你的陽關 到我過我的獨木橋 結果還在搞 我真的是太被俘了 非常的欽佩這樣的國民黨 我也真的很欽佩 近年到現在還待得下去 因為剛才在講說黃國昌 那52台他能不能夠就是說 違背自己過往的立場 然後大家怎麼這麼天真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選民到底看懂了沒 阿苗 因為我們看這個是瘋傳媒 然後他是針對媒體人黃阿明的分析 他點到幾個縣市 他說如果你現在招委要讓 要合作的話 可能會有遇到的狀況就是 你把民眾黨養大之後 他點出來有幾個縣市 到時候哪是都比三腳都微微 國民黨危險的地方在哪邊 他說南投 苗栗 新竹 彰化 我有點不知道說他的 支撐的細節是什麼 可是他講到一個重點是 新北市的部分 他說民進黨可能會派 蘇巧惠來參選 然後就講到說 黃國昌選的話 對國民黨是有利還是不利 可是他的觀點是 對國民黨是有利的 因為他說黃國昌過去 他是比較本土色彩 然後政治立場心率 所以國民黨會看到黃國昌 出來選新北市長會很開心 這一題問鍾小平比較準 不要問黃陽明 再來怎麼看 過去有一種浪漫愛情喜劇的 收視率通常不錯 就是說兩個看似不可能的人 最後變成中間歡喜冤家 然後最後幸福在一起 我越看這個藍白越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看他們就是 其實情投意合 理念相近 因為一定是理念相近 所以現在才會一直走到一起 可是中間又有好多波子 可是你說要跟我結婚 我就不要 中間有簽六點協議 然後後來又沒有 然後可是在這個韓院長的這一局 好像看起來合作愉快 又可以拔酒言歡 所以也難怪 大家一直不斷的討論 因為確實這種歡喜冤家的類型 是很受到矚目的 所以大家不要為了他們擔心太多 因為他們 這叫俊男美女 這個他們是政治上面的俊男美女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在政治上面 他們確實有走到一起的理由 那大家剛剛在講藍白河 我覺得可以稍微修正一個字 叫做傅白河 就大家現在在看的這一出 其實不是國民黨 要來跟柯文哲結合 因為國民黨有多元的意見 難得看到國民黨 越來越民主化 各式各樣不同意見跑出來 但是很明顯的 其實這是傅崑奇在交朋友 大家看到的這一局是 三個大男人傅崑奇 柯文哲 黃國昌在交朋友 講白的就是這樣 為什麼傅崑奇要交朋友 很簡單 傅崑奇這個人 我對他過去的印象 第一個就是貪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 跟貪相關的案件 炒股的對不對 他還創下 他不是也是一個成熟 然後家裡經濟無語的 那個很精采 其實如果你要講他案件 這節目講不完 不只有炒股 還有假離婚 所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這些稀奇古怪的案子 他都犯了 傅崑奇這個角色 我最近認識他第二個叫做 雄心壯志 我認為他政治生涯的終點站 絕對不是國民黨團總召 不是啦 他你想要爭取一個 更有影響的位置 你又要害朱立倫睡不著 所以不一定害朱立倫睡不著 沒有 你剛剛說 為了講這個位置 但平時不是為了這個位置 現在講的是 為了講說要黨主席 但其實可能是為了 我看媒體上寫很多 要嘛就是國民黨主席 不然就是要到西部或北部 來選直轄市長 因為東部一定是他的王朝 王朝要擴張對不對 那這時候傅崑奇需要什麼 他需要好形象跟年輕人 不然他沒有辦法挑戰國民 你看國民黨青年世代 又有人說傅崑奇是一個病毒對不對 雖然現在人在 舉巧心講的 人在父的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但心裡應該還是堅持的理念吧 年輕世代不能接受他 形象不夠好 在黨內的形象都不好了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國民黨不支持 就是當上立法院長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社會的形象了 所以如果他不管要當國民黨主席 或是要到西部到北部 來選直轄市長 他一定要年輕人 而且能夠幫他改善社會形象的人 這個時候最能做到這件事是誰 當然就是偉大的柯文哲主席 還有道德的長城 社會良性的指標 黃國昌委員 這兩個人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傅崑奇到時候他要選什麼 這兩個人在媒體上講說 傅崑奇是個非常好的人 認識傅崑奇是個正職的人 是個直率的人 為他加多少分對不對 所以他兩邊交這個朋友 是一定的 柯文哲和黃國昌也需要朋友 因為柯文哲之前專訪我有看 他說他關鍵少數很重要 不要到時候變成只有少數沒有關鍵 要怎麼樣關鍵 你去扒著傅崑奇不就變關鍵嗎 所以這個叫做情投意合一拍即合 大家不要擔心 前面說黃國昌會不會支持 要恢復中天什麼的 各位 跟大家講 到時候民眾黨這八席會有 二部一沒有 第一個叫做不批評 第二個叫做不投票 然後沒有立場 二部一沒有 這個在院長選舉 大家已經看過了對不對 不批評韓國瑜 沒有批評 第二輪不去投票 他不需要去投韓國瑜 他只要不去投票就可以了 第三沒有立場 這個我不評論 避開了這個媒體的風頭 所以你說黃國昌 能不能接受中天恢復 很簡單 他都可以接受韓國瑜當院長 為什麼不能接受紅媒恢復 這個我覺得大家要重新認識 這個已經進化過了黃國昌2.0 跟柯文哲的2.0 因為過去的這個昨日種種 譬如昨日死 今日種種已經是今日生 所以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一定會看到 很多時候這關鍵巴息 他們發揮關鍵的作用 就是不批評不投票沒有立場 所以就是說到時候要 投票表決的時候 傅昆吉就Line給柯文哲說 餐廳我訂好了 叫他們去吃飯 我講一個最具體的案例 現在大家是不是都爆派說 國民黨要讓傅昆吉 當司法法治趙偉對不對 我們國家可以接受說 一個曾經是因為炒股 因為貪入獄 幫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年輕人不認識他 內線交易判8個月 內線交易判2年10個月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他的過往 這是不是貪 這絕對是貪 創下第一個一邊關 一邊當立委的紀錄的 現在要到司法法治委會 當趙偉推動司法改革 對 這個不會看 可是大家知道 我們道德的長城良心的指標 黃國昌老師批評過 還有一個正義的燈塔 要講回來 正義的燈塔 批評過這件事情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黃國昌 他其實極餓如愁 對於關於民進黨的任何汙點 只要是一個汙點 他一定是大力的批判 這個非常好 社會需要批判的聲音 可是當今天一個更大的 非常明顯如同磕在額頭上 一樣明顯的汙點 要進到司法法治委會 帶領國家司法改革的時候 消音 所以有人還在說 國民黨我看他沒有換到什麼 我跟你講傅昆錡換到的可多了 他換到了一個黃國昌 來幫他背書 如果到時候 這個司法法治委會 趙偉是他 黃國昌司法法治委會 這趙偉票難道是投傅昆錡嗎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政治的效應 很大的一個政治的加分 傅昆錡是拿著國民黨的52席 去交他一個個人的朋友 那也很幸運的 因為國民黨52席當中 大多數都是喜歡歲月靜好 然後這個喜歡說 這個沒事不要來找我 然後他不會出來 這個為黨發出正義之聲的人 所以我覺得傅昆錡 黃國昌 柯文哲 這三個人歡喜冤家的交友 往後會非常好看 傅昆錡當司法法治的 招圍這個部分 可能不會成真 因為他們也稍微要點臉 招圍 因為他們說 要讓吳宗憲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當然是最好 因為實在不可能創下說 這個更生人在裡面 但是他還是要去 司法法治委員會 這個是既定事實 對 一般來說總召 他不會再當委員會的召委 然後司法法治委員 已經確定推吳宗憲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發表講的這個暫時不用代理 這是一個掩護戰術 因為吳宗憲也是新科立委 對 他也是立有位代主 對 他也是立有位代主 所以最後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另外一席地下召委 其實是傅昆錡 因為要排什麼案 要叫誰來 要討論什麼議程 傅昆錡可能會給吳宗憲 很多寶貴的建議跟指導 可是傅昆錡有整過他 叫他提案後來測案 比較整 叫利用 那個就是一攤酒可以解決的事情 解決不了就喝兩拖 那個就解決掉了 那個小事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很嚴重的就在於說 傅昆錡你如果想選直轄市長 我看國民黨敢不敢提名你 我就看國民黨敢不敢提名 如果國民黨敢提名 我佩服這個政黨不要臉的勇氣 至於黃國昌會不會去支持什麼52台恢復 甚至支持中沛取得身分證 從六年改回四年 我跟你講我的看法跟阿苗一樣 不要低估黃國昌在全力跟個人私欲下 低頭的速度 好 講到這件事情 中沛這個事情 因為是國民黨提出 在內政委員會他們的優先法案 吳貞我要請教 我們看其實是有中部基層醫師 他們立刻就發起了一個連署 這個連署的速度非常快 他說千萬五湯 要暫緩這一個法案的修正 拜託拜託 他們提了一個觀點是說 我們的不管就是有一些中配 他們可以帶著雙親 包括急診利用我們的健保資源 現在我們的醫護人員 又人力短缺之下 這樣一個訴求 其實不到一天的時間 已經有2萬人連署了 其實也代表的是說 國人同胞是非常關心這件事 也覺得說起起以為不可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跳出來講說 為什麼要反對 為什麼要歧視台灣人太太 或者是媽媽 接著我們看到是柯文哲 民眾黨這邊就講說 柯文哲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講他就是贊成這一個法案 所以藍白在這個已經有共識了 但是在這一塊裡面 民眾又是反彈那麼樣的大 你們的論述會是什麼 我們當然是不支持這個方向 應該說現在在野黨或說朱立倫他去講說 因為現在外配 這個來申請到身分證的年限是 你要長期拘留這邊4年 然後陸配中配的部分是6年 所以年限比較長這個叫做歧視 就是說外配的條件怎麼比陸配好 這樣子歧視中配不可以 所以這個是在野黨現在論述 問題是說這個部分 國民黨就有點自打臉了 因為我們看 包含很多部分的規定 其實外配跟陸配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外配都要去放棄原有的國籍 現在中配其實是不用的 所以這部分國民黨態度就矛盾 例如說王洪威 他去年其實也談到這個事情 他說如果要陸配要放棄國籍 才能夠參選 就是才能夠入我們籍 那時候是講徐春瑩事情 形同一邊一國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的委員 當時也不支持說 他們覺得中配不需要去放棄 中國的國籍 就可以來申請 就可以有台灣的身分證 就可以來台灣這邊參選 跟外配的條件就不一樣 外配要放棄 我請教不是說有一些選民 也會打電話去 王洪威服務處來做一些反應嗎 然後他們得到的回饋是什麼 對 這個部分也滿有趣的 就是說有選民 大概可能是中山 北松山的居民 他說他就在社群 Face上面發文說 我的選區是王洪威 剛打電話關心陸配縮短的年限問題 等等等等 想請問王委員對此是什麼態度 來問國民黨的態度了 他就說接電話的人聽問題以後 就說處理法案的同仁現在都沒有空 所以沒辦法回答你這問題 這個人就說 所以委員態度是什麼 你是你們委員 你總會知道 我又不是要問細節 只問委員支持還不支持 接聽就開始問說 你是誰 你為什麼要問這問題 我是選民 他就說我是選民 我不能問嗎 然後他又說 你是選民你幹嘛要問 你府上有陸配嗎 跟你無關你問什麼 問那麼多幹嘛 然後這個人就生氣了 就說這個關係到 這個親屬會不會用我們的健保 當然有關係 然後突然這個接聽的這位助理 他突然就開始有點感冒 突然喉嚨不太好 被柯文哲上身 我只是行政 沒有辦法回答問題 所以這個人就說 那我到底要問誰 他說不好意思 可以回答問題的人 通通沒有空 他說什麼時候有空 不知道 拜拜 就結束了 所以這問題很 就是這個反應很奇怪 就是說如果這是你國民黨的立場 你就大大方方承認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把這個年限縮短 把這個年限放寬 那為什麼面對選民的質問 說你是不是要讓更多的 這個中配加速使用 台灣的資源 台灣的健保 其實他們家屬都用台灣健保 這個時候 又沒有答案 所以那我剛剛講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外配跟中配 中配現在很多待遇是優於外配 再來第二點是說 為什麼中配 他的申請年限比較長 我們也要正視一個問題是說 中國是現在全世界唯一 對台灣在發行 由政府發動系統性攻擊 跟統戰的國家 其實我們去年國安 我們的國安局就辦了一個案子 起訴用國安法來起訴 也就是去年 我們在討論徐春英的時候 那就講了 中國統戰部就發起很多這種 陸配回娘家的活動 把陸配請他們到中國去 遊山玩水 參加一些交流會 然後請他們陸配回台灣以後 再吸收更多的下線 吸收更多的會員 把更多的陸配通通找回去中國 然後就請他們在選舉之後 支持特定的政黨 這個被依照國安法 你協助境外勢力 所以全世界現在有沒有其他國家 有這樣的案子 沒有 只有中國是系統性 透過所謂的外籍配偶這個事情 來要去影響介入台灣的政治 學生們從座位上 佈置場外鬧哄哄 場內也有笑嘗 我們現在全台灣 有取得身分證的中配 大概是35萬人 已經有35萬人 那目前每年大概 中配取得身分證的速度 大概是一年6到7千個 就一年多 這35萬 接下來一年大概多6到7千人 現在速度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把這一個年限 從6年縮短成4年 一年大概會快速增長到2萬個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有 多2萬個中配取得台灣的身分證 也就是台灣的殘政權 所以我想這後面 更根本性的問題是說 這個事情包含其實 很多檯面上已經有案子了 中國就是在利用 所謂的中級配偶 作為他們影響台灣民主 跟政治的工具 那國民黨現在要力推這個法案 你是不是從中有一些 背後政治的企圖 我在聽陳柏惟講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一塊就是說 對岸他們有什麼國安法 反間諜法 反分裂法 這些都是限制 你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沒錯 都會怎樣 你都會被他就是牽制住 如果你不怎麼樣 家鄉的老爸爸老媽媽 會不會怎麼樣 他們是不是心裡面有一些 恐懼焦慮的那個部分 變成他們在投票的意向 不是自由的 不是民主的 可能是背後真的有 逃給罵在左右的 就是說 我想了解代表年輕人的敬言 你覺得應該一視同仁嗎 我認為應該一視同仁 如果應該一視同仁的話 那其他對中配比較有利的部分 應該也都適用外配嗎 所以外配也說可以 70歲以上 12歲以下的 都可以來醫親 然後都可以取得居留權 都可以用健保 還是說把外配沒有的權利 陸配也都取 中配也都取消 然後大家都四年 其他都沒有 現在確實有這個爭議就是說 陸配你說至少在年限上面 他看起來比這個外配還要賭 但是相對的 他們也有一些這個 比較好的福利 但確實說破了就是說 講真的這個 就是因為兩岸特殊的 這樣的關係 然後講真的 確實我相信不是所有人 某一部分的人 內心對於他們來說 是有一些排斥 甚至是歧視 今天才會有這個議題的討論 沒有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統的看進去 最近有沒有那個 M503的航線的問題 有沒有挖走我們邦交國的問題 有沒有故意 他們那個海警船 來挑釁的問題 有嘛 這個不應該要綜合考量進去嗎 當然我認為這個是 我們對象要搞清楚 我覺得是中共這個政權的問題 可是假設我們今天 都一萬不講 如果真的有這個 大陸出身的這樣子背景的人 大陸會說天啊 我受不了這個萬惡的政權 我想要來這個投靠自由民主的陣線 我們要不要歡迎他 你覺得我們是歧視中配 可是中配明明就有比較好的待遇 這不會也是歧視嗎 他們可以來依親這是歧視嗎 他們不用放棄國籍這是歧視嗎 這是優待耶 所以最核心的問題 既然說你有這些優待 所以你的年限多兩年 減低政府的壓力嘛 因為你們來的比較多嘛 別的國家來的比較少嘛 所以也不過就是晚兩年 但是至少政府在健保 在各方面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到底是希望怎麼樣 你們就是一定要熱聯貼人家冷屁股嗎 你不要跟富坤騎學啊 這個最核心的當然還是在兩岸關係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當然他們相對享有這個相對的權力 如果現在大家的共識 是真的要把他這個縮減年份的話 那確實就像古英老師講的 現在可能對於我們 對於這個我們對於他們有一些比較 優待的部分 是不是要一體適用來整體做討論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折衷來做討論 我們讓你縮短年限 取得身分證的年限 但是如果要一視同仁的話 要嘛就是這些外配們 他們也要享有同樣的權利 不然就是這些都要取消 我覺得今天一體適用 如果我們不要讓大家覺得 我們這個有不同的標準來看待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 對我來說就是這麼單純 因為我對於他們的 你這樣投給罵 投給罵會不會生氣說把他們當外國 因為我認為 他們一定會生氣 但是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這個反而是壓力 是在他們身上 因為我認為真的 我們反對的是中共這樣子的政權 然後沒有自由民主 然後人權法治的這樣子的政權 可是這些人民假設 因為我們真的認識很多 包含在學生時期 我們就認識很多來交換 來交換 他們自己也知道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好事 我們都希望他們回到這個大陸去之後 未來他們也可以變成是這個 每一顆細微發芽的火種 來 換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根源 癥結重點不在於幾年取得身分證 或是說他可不可以依親 要不要放棄國籍 重點是應該拉高到國安層次 也就是說 我也同意靜言講的 就有一些中國人 他是追求自由民主 對 可是在那樣的專制體制之下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跟這個意願 或這個辦法去達成追求自由民主 如果可以 你應該在中國奮鬥 而不是在台灣說 我追求自由民主 然後你不敢回去中國奮鬥 我舉一個例子 現在住在義大利的一個 推特上面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他有136萬個粉專 最近中國在幹什麼事 一個一個調查 曾經按讚過的 嚇得當事人趕快在X上面呼籲說 大家趕快退戰 但是沒有用 通通有記錄 請問世界上哪一個國家 有辦法去同時短時間之內 去了解這136萬人的背景 那個國家叫中國共產黨 我再舉一個例子 台灣跟中國因為很特殊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們規範外配 中配是用國籍法 中配是用兩岸人民關係 理想狀態就是大家都用國籍法 就都視為外國人 但是現在我們要把它視為外國人 但是北京不要 北京說你不可以把它當外國 這是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 它必須有特殊的處理方式 譬如說美國好了 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美國這麼民主 選了200多年總統 為什麼到現在美國憲法規定 你不是在美國本土出身不能選總統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是國家安全考慮 因為你不在美國本土 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 你不在美國本土出身 我很難確保你對美國的忠誠度 萬一你是前蘇聯 或是現在俄羅斯來臥底40年 然後最後當選美國總統那怎麼辦 所以每一個國家有不同的國情 他必須面對不同的考慮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案子我是堅決反對的 國安的角度真的必須要考量進去 今天我們還有一個 也跟國安有關係的 我特別請來明杰哥 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我們昨天看到一個歷史性的鏡頭 對不對 我們的海坤號完成了之後 然後他必須要進行測試 對 測試的這個經過 你看到的成果覺得怎麼樣 昨天這個重要的關鍵一刻 大家都看到這一個 我們的首艘國招 這個潛艦海坤號 浮船測試 那等於算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個結果 整個船浮上來 看30秒就知道嗎 當然 會浮就是會浮 會浮就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外豪 我就想說 那就是30秒 然後看到他有慢慢緩緩的前進 然後浮出來緩緩前進 然後就這樣子嗎 你要知道 這一個潛艦的打造 跟一般水面艦不一樣 我們看到去年9月28號 他已經封殼 就是說所有裡面的這些系統 主次系統 紅區裝備這些等等 之前裝在裡頭 其實是沒有回頭 可以修正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它的配重又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今天也不是說 你劃開左右全部都是對稱的 其實很多的裝備是不對稱的 不對稱的 你要精密計算 才能夠它的左右平衡配重 是平衡的 所以昨天那一刻 如果它的煩躁 或者整個健身彎了 那就難看了 當然是有非常大的把握 讓它直接從這一個 等於說它的浮 直接浮上來離墩 浮船成功之後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後來台船有發一個聲明 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昨天這個測試主要在於它的 譬如說潛艦的水密程度 什麼叫水密程度 講白不流水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這是顧慮到安全 水密程度 還有它的倉壓 就是說第一個水不會升進去 第二個內部的倉壓也是平衡的 然後還有它的配重 重量各方面 它的穩定度 各方面都達到原本設計的要求 所以這一個部分 第一個浮船測試是成功的 但是昨天我們知道 這接下來都還有關鍵的好幾步 我們先談一下 就是說昨天大家在外面看到這個照片 都這個很感動 我們手燒的佛照照片 你有去看嗎 我沒有 我也是在 我跟你說 因為它是兩點 就是要做這個測試對不對 早上 早上 早上軍事民就在卡位了 對 我們高雄人很幸福 看完黃色小鴨之後看錢 然後有一個 我就看到一堆 因為我也透露 小鴨我是沒去看 小鴨也沒去看 十年前就看過 好了 還是同一隻鴨 那就一個比較年紀大 可能是不是複子 我不曉得年輕人就說 這也沒什麼這樣浮而已 說你這傻孩子 你不知道 東西會浮就是會浮 不會浮就不會浮 你剛才等下就是沾下去了 不起來 你如果保理長等下就是浮 不下去 這個要下去又起來 很厲害 講得好像 浮傳其實還是最基本的 第一關而已 我們先講一下說 他的這個潛艦的外觀 其實從這裡可以研判出 他未來可能代表 他具備什麼樣的高性能 昨天其實這是台船公布的畫面 當然後來媒體也來進一步 等於說打上面的一些拆解 其實潛艦一個很重要 除了說跟他講說能浮當然要能潛 還要他有動力能夠在水下航行 這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很重要就是說 潛艦他的逆中性 還有他的逆中 再第二個他在水下也能夠探測 最後一個就是他的攻擊力 所以才能夠去摧毀 如果今天老共的航母 要來威脅台灣 海空要具備這樣的一個實力 主要我們分幾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外觀上來看 其實他相較我們過去的金融集 如果大家有看過 大家就知道稍微胖了一點 他叫雪茄型的設計 當然這個整個靜茵的設計 是由所考量 同時後面採取這個X型的尾舵 這一型的尾舵 像美國經驗能力最好的海狼級 或者新打造的戰略核潛艦 哥倫比亞級 都X型尾舵 其實很適合我們 在我們的伏擊區坐底 十字型尾舵 坐底的時候下面容易突到 然後同時水平的迴旋速度也快 還有昨天比較神秘的是 還包覆尾部的地方 七葉的車葉先跑起來 一個當然是保命 另外一個其實因為昨天 並沒有動力系統的測試 還用不到 那七葉的這個車葉有個優點 基本上他轉速比較低 但是他可以產生高的推力 好處轉速低 就你噪音會比較小 噪音會比較小 但是推進力又強 對 所以這個就是他一個 等於說對他逆中本身來講 水下的這個靜茵各方面的設計的考量 再加上是傳統的這個發動機 柴油發動機配合我們未來 希望能夠有鋰電池 當然現在是初步用千磚電池 等於水下 等於說他的一個靜茵的效果 其實都比這一個核動力的 這個核潛艦要來得強 所以靜茵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 你今天在水下還有什麼 你除了人家看不見你 你要能夠看到對方 所以昨天還有看到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說劍守這個部分 有個突起的這個旗狀 這個部分這個叫做高頻的被動結收聲 什麼叫高頻被動結收聲納 被動聲納就是說 我不打聲納出去 我只接收海裡的這些各式的 這個水紋這個音波 這個部分基本上來講 自己不會暴露自己的行蹤 但好處他高頻就是說 基本上他比較精確 他波比較短 但是距離比較近 他的目的就是說 我在水下航行 譬如說我要能夠 譬如說水下障礙物物 或者是更進一步 如果對方有布水雷 你都能夠透過這個去偵測發現 能夠避免 譬如說水下的碰撞也好 或者是偵測近距離的對方目標 但是整個探測能力 當然不只這些 他整套的包含他的聲納 有一個陣列 環形陣列聲納 這是這一次我們最新的一個設計 等於說其實劍守下面 還有一個中頻的 一個主被動的聲納 其實這是他最重要的眼睛 中頻的部分 他的優點就是遠近的部分 可以比較中和能夠獲得 探測他有主動可以打出去 其實還有很重要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中和型的 混合型的這一個繁造設計 就是說接下來他進小屋 他還有一個光電尾桿才要裝上去 這光電型的尾桿跟傳統的潛望鏡 是不一樣的 傳統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劍龍集 我們都下去探訪過 他要升上去升下來光學的 光電的基本上來講 他晚上的時候 他可以只要突出一小段 直接透過光學 不管是打雷射測具或光學 夜市的能力非常的強 所以最後才裝上去 攻擊的部分 當然是這一艘海昆號的一個強項 因為昨天還有一個部分 大家講說 箭手有魚雷管的這一個設計 其實你如果不仔細看 這頭像黑密碼 其實你要很小心看 這裡居然有才發現 畫一個小圈圈 總共有六個小圈圈 六個小圈圈 六個小圈圈 就是六具533口徑的魚雷管 可以搭載18枚的 MAX48MOD 6AT重型魚雷 這型魚雷速度最快到55級 上面670磅的這一個彈頭 其實我們過去看 美軍很多在試射過程中 只要打到這一個 模擬艦艇的重要的一個位置 直接彈跳折成兩半 你再大型萬噸以上幾萬噸 你或遼寧號也好 山東號這些五六萬噸的航母 基本上如果遭遇到 這樣的一個重型魚雷攻擊 絕對是逃不掉 所以海昆號的這一個浮船測試 接下來當然還有很多 還有包含像它其實 它的排水量 還要透過這些電腦的精密 試驗還有包含像 未來動力系統上面的 維生系統各方面等等 然後再出海進行SAT 有出海設置完成 再交付給海軍 進行這個所謂作戰測評 最後會用這一個打魚雷的方式 最後那個SAT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這都不要趕時間 安全第一 現在第一步就是安全 接下來才去談它的性能 要如何發揮 我們就是紮紮實實的 一步一步去做測試 本來就沒有必要趕 海軍的計畫也沒有必要趕 很多媒體故意在唱衰 其實我覺得這是刻意在給他們施壓 其實第一個安全優先 第二個它的戰力 才能夠接下來 在交艦之後擔負戰備 能夠發揮它真正的嚇阻實力 潛艦國照 其實我們在短短幾年之內 有這樣的成果 是台灣的驕傲 但我們現在有第一艘之後 國民黨 不要在那黑白目 要讓我們繼續造型 中配取的身分證這件事情 國民黨說要修法 從六年縮短為四年 藍白會說 你們為什麼要歧視台灣人的太太或媽媽 這其實不可以這樣看 因為重點是剛剛晃哥講的 國安的觀點 皮之不純 毛將淹覆 國家安全這一塊 中國對台灣有敵意 以及包括後續醫生在乎的是 健保我們能不能夠撐得住 這些當然都是要通盤去考量 尤其中國是他想要併吞台灣的 最近他們有國安法 反健聯法 反分裂法等等的 你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你就要效忠國家 你就要支持兩岸統一大業 拜託也不要憲他們於不義 當然我們現在的狀況 也看到是中國海警船的 刻意挑釁 M03航線的調整 還有包括挖著我們邦交國 等等這些作為 這不是敵意的展現嗎 好 我們台灣有善意 我們要修法 但是這跟歧視都沒有關係 我們應該要再更謹慎一點 明天同一時間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